雙台DJ Donald 昨晚和三名DJ同事 在九龍城一間茶餐廳吃飯期間 租一名年約二十多歲的男子襲擊 Donald 追截兇徒期間 租兇徒以鐵通橫擊 Donald 頭部被撥穿 以及左手脫骨子 及後有人報警 Donald 和兩名DJ 遊舊會車送院自離 經過一番治療後 Donald 戴著口罩補出醫院 接受傳媒簡單訪問 沒有什麼大礙 不用頭 要一個禮拜才可以拆針 及三、四個禮拜才可以拆到食物 我不好意思 這件事與我無關 但搞得最大件事也是我 那嚇到太太 嚇到臉青 他見到我青的太太太 那都 很不好意思 又嚇到家人 又嚇到外家、親戚朋友 就Donald 遇襲事件 Donald 所屬的商台發出聲明 表示極度震驚和憤怒 毛警方早日緝拿兇徒歸岸 來見到你 不見了 很明顯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那你會不會 你不會